美苏争霸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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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同居息限制在一年之内 到时间就得派单交换 这有点像后世的 八分钟约会 八分钟后 必须到达下一个指定位置 开启又一段人生旅程 在母亲铺中的人生刚一几步 就得去胎教院 而后育婴院 在后蒙养院 病了去养病院 老了就去养老院 死了去火葬场 火葬场隔壁就是肥料工厂 继续进入有机循环 人种区别 令人厌恶 康有为认为白人与黄人比较有优势 但一步到位 成为白人更有前景 方氏是通婚混种 他给黄人定的计划 是百年左右洗白 除了与白人通婚 是半生的牛排 也是强效增白计 给黑人定的时间为700到1000年 路线图是黑人印度黑人 宗人黄人白人 出现漏网之余 一概化学烟割 抗生人的脑洞不可谓不大 不过有一些计划 还是蛮有前瞻性的 是很不错的空想主义 炸开喜马拉雅山墓 其中创建南德集团 南德集团还有一个很小的项目 不怎么出名 民众可能没印象 没办法 老毛一出手 就是大手笔 这个小项目叫做炸开喜马拉雅山 扣子 也别炸开太大 经费的省着用 50公里就足够用 目其中指导中国大陆的降水 主要来自两大暖湿气流 西南暖湿气流和太平洋暖湿气流 为什么把来自印度洋的西南暖湿气流 排在太平洋气流的前头 因为别看咱们跟印度洋不挨着 但西南暖湿气流 对中国南方的气候和降水 影响更大 他们的贡献原本可以更大 本来人家印度洋西南季风是好好的刮往喜马拉雅山的 山体太高 设想收金山费 人家没办法 只好顺势沿顺势针方向 向右偏向云贵地区 老木认为这是喜马拉雅山对印度洋西南季风的极大不尊重 完全应该把印度洋西南季风引进来 让这位热带英雄与西伯利亚寒流 这位悲情英雄在中国新疆西藏一带交锋户队 结果甭管谁赢 都会给新疆西藏交战场 每年带来万把毫米的降水量 把中国最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整个改造成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湖 只是估计附近居民生活方面会不太习惯 但他们必须要克服这种困难 康有雷和木其中两位老前辈 如果有机会凑在一起交流一下 那将是很棒的画风 前苏联超人军团实验这个疯狂计划 是前苏联疯狂科学家伊万诺夫提出来的 计划用人的经验让母源受孕 再结合其他一些药物 催生出半人半员的超级生物 此举还居然被苏联军方批准了 专门成立了一家实验室来进行研究 意图造出一批力大无穷 大脑迟钝 没有痛感 能吃苦耐劳又不挑食的生物 打算培育成火的战争机器 同时又是一马 成为在采煤矿井 西伯利亚建设工地和北极地区可以使用的廉价劳动力 这个有被人伦的计划 幸亏没有成功 要不世界乱了套了 不过确实够疯狂 人种计划众所周知 希特勒是个有着严重种族歧视的人 在他眼中亚利安人是世界上最高等的民族 他的毕生愿望 就是建立一个血统纯净的亚利安帝国 来统治世界 所以在占领一个地区后 他残酷地将地区内的其他居民屠杀殆尽 同时计划培育出更多纯种的亚利安人 他最得力的干将党卫军首领西姆来 便给他想出了生命支援计划的主意 在希特勒受益下 希姆来便在军队中寻找党卫军精英 与金发碧眼的少女发生性关系 可当时的德国社会 对未婚先孕这件事还是相当的反感 未婚少女怀孕时都会选择堕胎 且每年会高达70万起 为了保证这些新生儿的出生率 他下令不准堕胎 并将这些女人都安置在了医院里 并取名为生命支援花园 这些女人只要能提供父母是纯正的亚利安人血脉 就可以免费享受到无微不至的服务 直到孩子出生 在这样便利的条件下 短短的几年间 德国境内的十所花园 就有1.2万名孩子诞生了 希特勒倒台后 这些孩子就成了黑户 可是孩子们可怜的一生 并没有随着战争结束 之前他们不知道父母是谁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周围人对他们的憎恨和厌恶 让他们再也不敢在人前抬头 可怜的孩子的一生 就这样沦为了那脆疯狂计划的牺牲品 说实话 人的大脑是无限的 我们平常人也就想想 看看这些人才 真的是厉害了 恐怕脑子都和正常人不太一样